饭店大天里一名女子神色慌张 和拿着行李的男子焦头接耳 引起饭店员工注意 行李箱内竟然传出哭声 保全人员感到不对劲 立刻拦住两人 怀疑是非法人口贩卖 饭店员工报警处理 之后拉开箱子 里面竟然有个刚出生的女婴 躺在被子当中 小女婴才出生三天 经调查 把她放在行李箱内的 就是女婴的爸爸 因为经济条件差 打算把小孩送人 小婴儿娃娃大哭救了自己 幸好没有酿成更大伤害 记者陆之宇综合报道